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装周呢 会有很多秀和秀容需要买手去参与 在这期间啊 还要会见各种时尚行业的专业人士 接受不同媒体和平台的采访 背景之神 一定要够硬才能让你在焦糖中硬变字 我来告诉你啊 美国的代表性品牌有哪些 我会认为Frain Frain Kate Kate Kwenda Schooler Kronina Schooler And The Ro And The Ro Amazing Awesome 像我这样的专业买手 我要了解品牌最新的动向 新一季的灵感来源 最新款式 我来评估这一季采购的预算 用我敏锐的洞察力和决断力告诉我们的消费者 这些好货兼货 你该买什么 去showroom 可不是去逛街的 哇 这款很特别 这个材质好舒服啊 好喜欢这件 好想买 这个 你最终的Denic Jack 这就是你的手机装 这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我设计这个是自己的 哦 这个是酷的 我爱的 你能够给我吗 你能够给你什么 哈哈哈哈 非常喜欢这件 我要买 我要买 买 我都没想到 你都没想到 哇 时装周的行程很密集啊 作为买手 我们要有好脚力 不停地转场 去参加各大品牌的showroom和秀场 像这次啊 我代表波特 咱们可不能丢了面子 毕竟街上随时都会有人在接拍 走路一定要有份 他要做多久啊 设计师是每个品牌的灵魂人物 作为一名优秀的买手 一定要和设计师保持深度的交流 通过交流汲取灵感 才能时刻追踪设计风向 这次很高兴啊 我们见到很多老朋友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 嘿公俊 你们是不是很熟 其实我们刚才也是第一次见 我表现的爱情吧 当我们坐在秀场前排看秀的时候 感受的是大秀的整体概念和氛围 但还有很多衣服和秀场 各环节的细节是我们看不到的 所以有一些专业买手们 也会选择在秀后到品牌的工作室去 进一步了解面料和工艺 更深入全面的感受一件作品是如何诞生的 终于凑齐九宫格了 可以发朋友圈自拍了 街上的路人也可能成为你的灵感 观察他们的穿衣打扮 判断下一季的时尚趋势 所以我要到城市中心去 去发现了 平时有空我就爱泡在美术馆和画廊里 用艺术来激发我的灵感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地馆和画廊都有自己的地馆时间 和修容和工作室是不一样的 去之前一定要做好工作 这次波特独家客座买手执行 顺利的结束了 相信大家也都了解了一位 合格的买手究竟需要哪些特质 明天我们再来下课 拜拜 饿死我了 是我肯定合格呀 吃披萨 纽约的披萨 你们吃过 尝尝 这也太大了吧 你觉得左跌头还是右跌头 放在我脸中间 好 拜拜 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给你吃 给你吃 还是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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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